我發現要站著才有辦法 一方面跟大家致敬 一方面可以看到每一個人 所以我還是坐著 站著 如果要談人權 我應該要這麼講 從大家的問題裡面 人權這件事情 在這兩個字出現之前 它就已經存在 被不分古今中外的人 就幾千百年來 只有人類的社會 他就已經留此感受 就是你就會感受到一些 可能是關於不正義 或是關於受苦 以及關於這個人不應該受苦 這樣子的不正義 應該改變的這種心情 所以只要是在這種狀況 它其實就是一個 人權剛開始發端的那個點 所以在不同的 我們看那個中古世界的小說 或是那個古典人的文學 不分任何一個語文跟文化的 你會發現說它有一種傾向 就是會有一類型的小說 或者是那個文學的作品 它在談的是 我這個社會裡面的 可能是窮人的處境 很可能是婦女的問題 或者是某一些形式 形色各異的人 那它因為跟這個社會 可能有點格格不入 或是它思想上面是 比較不被大家所接受的人 他所遭遇到的狀況 甚至很可能是 在某一個政權之下 那個人類的社會 集體所遭受到的問題 甚至我們會看到 那個有那種資本家 如何對待一般的人 那這種在這個社會裡面 所出現的狀況 其實是大家都會有感覺的 那應該怎麼做 才對那個 我們關於正義的這個觀點 其實雖然它好像很難說 是一個完全一模一樣 單一的標準 可是事實上我們都會知道 那個方向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知道 我們要強調每一個人 各自能力上面有差別 可是我們覺得 那個自由的努力奮鬥的那種結果 總不應該在一個人他盡了力 但是他還仍然活不下去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那沒有差 因為這是物盡天責 就算他死了就算了 那像這樣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我們 不斷的去追問什麼叫做人 那人怎麼樣才叫做一個 有尊嚴的活著的個體 甚至包含他的集體的這種狀態 那所以其實 人權這個概念說起來 他確實 現在我們聽起來好像離我們很遠 可是事實上 這個概念 他從來就是在我們身邊出現的 那他經過很多的那個淬煉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追問 什麼才是最基本的 就是我們既然讓大家都能夠自由的 去發展他自己 那這個社會也會有那種 關於秩序的需求 關於所謂的成長或是競爭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那種需求 那可是什麼叫做 我們是底線 我們再怎麼競爭 我們都不可以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 那什麼叫做踩著別人的屍體 那就會有非常多各式各樣的辯論 所以人權他對任何一個社會 語言文化 他通通都不是陌生的 可是那他為什麼晚進出現 變成是一個叫人權 然後出現的人權公約 那他其實他最 像我們現在在說的 這個整個系統 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結束 然後建立了聯合國 在這個狀態 就是1940年代 他出現了 可是這個聯合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之所以 之所以會好像出現說 那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國際組織 然後是以當作人 以人權當作他追求的宗旨 甚至還要約束各個國家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戰後所揭露出來的 那個關於人類 就是數百萬人被 非常殘酷的屠殺的這種狀況 在媒體比較不是發達的 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他是花了一段時間 慢慢揭露出來 可是舉凡看過的人 不管你是一樣 不管你的膚色語言 種族 你的文明 你的宗教信仰 都覺得毛骨悚然 都覺得這怎麼會是 是在人類這個物種 對另外一個人 會做出來的事情 是在這個前提之下 讓這個全世界 完全不一樣 語言跟文化的國家 覺得我們應該要一起做一些事情 不應該說 反正那是他那個國家的事情 那是德國 他殺自己的國民 剛剛我們什麼事情 有沒有殺到我這邊來 不就好了嗎 好 那他們八成是做什麼不好的事情吧 那我們就不希望 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也一樣 在那時候的國際社會 再一次去想 何謂人 人的尊嚴又是什麼 那最核心跟最根本 不可以被犧牲的又是什麼 在那個時刻 有一個非常激烈的 應該說很多的激烈的辯論 那在戰後 第二次世界大安戰後 那個國際社會資訊 是有幾個非常強大的國家在主導 就是那時候贏的國家 那你知道說 那時候蘇聯也崛起 就是 現在是俄羅斯 過去是蘇聯 然後接下來是中國戰勝國 然後美國沒有受到戰爭的傷害的 然後英國 法國 那在這些國家當中 他們其實看到那麼很可怕的 關於人的尊嚴的桌上 跟那種傷害 很恐怖 那世界上其他的小國家也都是 那可是這幾個國家想到的 不要讓這件事情再發生 這些強權呢 他想到的解決方案是說 那我們就用我們這幾個大國 當作世界的警察來控制這個社會的資訊 就是有我們掌權就對了 那可是這件事情 卻是其他的又弱又小 或是戰後才剛剛獨立的國家 覺得過去這種狀態 這種大規模的對人性的侵害 事實上就是你們那種野心跟戰爭 以及權力的集中 甚至可以完全不受節制的使用鼓勵 而且就是彼此之間的那種 某種共謀所造成的 所以不信任這些大國想要去建立聯合國 維持世界 所謂的維持世界和平的那種初衷 那可是這幾個大的國家 就是想要在戰後 趕快瓜分全世界的勢力嘛 所以他們就堅持 所以才會有聯合國安理會 安理會是什麼 就是講武力行動 集票投票通過才可以對某個國家發動戰爭 所以這種恐怖的平衡軍備競賽 其實是當初這幾個強國想要建立聯合國的時候 心裡面所想的 可是像我們這樣子的人 或是小的國家 或是很弱的國家 或是剛脫離列強獨立的這些國家 或者是才剛從戰爭當中 復原過來的這些人民 那他們的痛苦是他們太清楚的看到 舉凡是掌握了政治軍事的這種政治的實體 也就是國家 事實上才是人類歷史上面 侵害自己的人 人民 以及出兵去侵害其他國家人民的元兇 很多時候都是如此 那所以因為基於這樣子的不信任 所以這些又小又弱的國家 以及公民的團體 就是世界上不同膚色的公民團體 聯合起來 告訴這幾個大國說 如果建立聯合國是站在武器的平衡 然後大國的控制 然後分權力 就是政治權力的區分 然後想要去維持一個國際秩序 那很抱歉 這種俱樂部請你們自己去玩 我們不奉陪 那所以在這種拉扯之下 應該就是全世界聯合這種弱小的人 而且不一定是國家 就是小國的弱國的 或者是公民的團體聯合起來 所以後來聯合國建立 然後寫了他的宗旨 他的憲章的時候 才把人權當成他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這件事情得來不易 而且從來都不是所謂的歐洲強國 或是我們誤以為說人權這個概念 從什麼西方進步世界而來的 從來都不是他們想要的 因為人權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就是全世界唯一國家可以介入另外一個國家的內政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可以指控 我可以指責 而且可以把另外一個國家送上國際法庭 去看看他有沒有做出侵犯人權的事情的一個理由 所以強國當然不會願意被別的國家指指點點 甚至還被干擾說 我對我這個國家人民如何 我的企業如何到其他的國家去傷害別國的人民 台灣的某個X王企業到柬埔寨去跟著他們的政府聯合搶了農民的農地 而且還殺了不少人 就是沒有國家願意被人家這麼講 所以人權得來不易 第一個 他不是天賦人權 天賦人權的意思是在說 身為人 不管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你身心障礙也好 你什麼性傾向也好 你是什麼樣的語言膚色也好 你都應該有 你都應該有 並不表示你真的就擁有 所以天賦人權是在說那個應該 也就是我們通過辯論 不斷地去追問 什麼叫做作為一個人 應該要有的 所以我們選了這些 就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那個關鍵 可是他真的就有嗎 沒有 所以他不是天賦的 這個天賦只是在說他生來 應該有 可是他沒有該怎麼辦 別人給的嗎 剛才有位朋友說 那如果是別人給的就有容易被收回去 對不對 人權也不是別人給的 他是自己爭來的 有些就是我們共同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他就應該有 因此做得很好 可是我們很可能有這樣的認知 可是他事實上沒有 那要怎麼樣 我們在那邊等待嗎 等待嗎 也不是 人權都是抗爭 小革命 大革命而來的 那這是人權的比較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至於我們會講說 那個 剛才大家講說 我們在寫信的時候啊 就是會不會是一個有用的效果 那待會我在介紹國際特色組織的時候 我會一併的去談 不過就是很希望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人權這個概念它確實就是我們生活當中的 那其實你都可以去想 那但是人權有一個你在看新聞媒體 或是你看到最近的這些 跟人權議題有關的 老公的也好 那同志婚姻的也好 那甚至是像一些性別的或是兒童的 像客綱那算不算是人權呢 那我們有一些跟國際貿易上面的一些協商 可能會傷害到我們的小農或是工人 這樣算嗎 或者是有從外籍來的這些移工 他在台灣受到什麼樣子的對待 那會不會也是一樣的狀況 那我想要讓大家 就是大家就是只要先記在心裡 就是說 當我們在談人權這件事情的時候 談原則 談那個基本的核心的價值 其實是比較容易得到共鳴的 因為它太基本了 比如說我這樣講好了 請問大家在場 如果你認為勞工的基本的權益 包含他的休息 跟他的工作應該要能夠平衡 這件事情是他非常非常基本的權益 你反對的 你請舉手 有認為這件事情是說錯的 請舉手 你會支持說勞工他的工作 他工作不管再怎麼辛苦 他的工作狀態再特殊 他都應該要有適當的休息 達到一個他用他的勞動力去賺取他的生活所需 跟他能夠平衡休息 維持他的生活 應該要達到一個一定的狀態 可以支持這個是勞工基本權益的情侶舉下手 好 那 可是現在問題就來了 現在在立法院裡面 打得你死我活的這些人 他們難道不贊同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人權的基本原則嗎 他們應該都是贊同了吧 對吧 所以那個就問題來了 你看到這個它是一個在人權上面的爭議嗎 有時候不是 他是一個我們共同有一個我們通通同意的目標 可是問題是當他落實到具體的細節裡面 那個牽涉到多個不同的人 他都有他的基本權益的平衡問題 好 那所謂的平衡 他就是一個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百分之百的答案 人權的基本的核心 他是有一個價值的 其實已經是被我們選擇了 但是當他要落實到一些細節的時候 他會有各式各樣的不同的設計 台灣在早年 沒有哪有什麼週休二日這種事情 就一天就已經很好了對不對 那後來變成週休二日 難道是當年的週休一天這件事情 是嚴重的侵犯人權嗎 你要說他嚴重的侵犯人權好像 就是也不見得完全如此 可是說那時候的勞工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活跟工作的平衡 這可能是對的 所以當我們在判斷人權的時候 他不是那麼容易 即使我們有價值 而且我們在選擇 就是那個價值的選擇上面實際是非常明確的 可是在那個核心跟他的原則之下的那種細節的做法 老實說 不一定是一個人權上面的紛爭 而是一個究竟該如何做的一些選擇 那這種政策上面的利弊得失如何才是對的 或是如何才是現在這個脈絡之下比較好的 這個完全要看情況 所以他會有更多更多的政策的一些辯論 所以人權他有時候是答案 但是有時候不是答案 那有些爭議可能不太一樣 我今天也就沒有辦法就是一一去舉例 可是有時候他的大家的吵吵鬧 很可能是在於一個 我們其實並沒有把某些的人 某些人 他的某一項的基本很基本很基本的權益 當一回事 所以我們才會吵吵鬧鬧 所以當如果我們在價值選擇上面做了一個選擇 就在人權上面做了一個選擇 很可能這種吵鬧就比較沒有 當然他後續一樣會有制度設計的問題 可是那個吵鬧可能是在 還沒有在一個人權上面 人權的概念或是基本原則上面 有了一個深刻的體會跟選擇而帶來的 所以到底這個吵架 在我們社會上面的 就是大家的那種普遍出現的 而且不太一致的聲音 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有時候是所有這些不同層次的問題 全部攪拌在一起這樣 那在這個這樣子 我們理解這樣的人權的背景 你知道說要去達成那個什麼 叫做一個人活下來 最核心最基本跟根本的那個尊嚴這件事情 他確實要花很多時間去去理解去體會 然後去取得一個共識 那當然後續有更多的做法會需要去形成這樣 那在國際社會上面 要去達成這個共識 聽起來好像很難 因為每個族群文化通通都不一樣 可是很妙的是在這個12月10日 1948年的12月10日 是聯合國人權 就是世界人權宣言通過的那一天 在那之前跟之後 其實大家都沒有想過說 來自完全不同的語言 他都通過翻譯 多層次的翻譯 不同的文化 宗教信仰背景都不一樣 文明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那可是為什麼這樣子的各個不同的國家 人坐在一起去談說 什麼是關於一個人最基本及最核心的 我們從歷史上面去繼續教訓 我們從一個現代生活當中 一個人心裡面最渴望的 沒有的話 他會有一個很大很巨大的失落 或者是傷害 我們一一的去想他 發現在全世界不同的國度當中 發現他的相同 可能會相同的部分 其實是出乎意料的高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人種 之所以叫做人種 所以我們有太多的那個差異 那如何去實踐一定還是會有差異 可是我們對於一個人 應該有自由去說出他想要說的話 如果他沒有暴力的行為 就是他應該有自由去說出他的話 他可能開玩笑 可能開玩笑太過火 他做批評 可是他批評可能就是不是很重聽 或者說其實也不忠肯這樣 可是無論如何 我們作為一個人 想要表達我們自己的想法 那他應該有他的自由 或者是一個人 他希望跟別人在一起 然後有像今天這樣的聚會 三人以上集會 他應該有一個 他很想要他的概念 可以跟別人分享 跟溝通這樣的機會 而不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個人 他有這種情感 或是社會連帶上面的需求 這對他來說非常的核心 然後這個人 他有移動的自由 他不需要 要出他的家本 就要去警察局報備 說我今天要去哪裡 所有這些關於移動的 關於信仰的 關於秘密通訊的 關於你有信仰 沒信仰 你下次要改信仰 這種自由 所有的每一個事事項項 都是經過這種跨文化之間 然後我們去感受到說 這是人類的共通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聯合國的公約 其實也都是這樣子而來的 所以他絕對不是一個抽象的思考 或者是單純就是去想像 什麼叫做一個真空狀態當中 什麼美好的完美的人 因此他需要這些 絕對不是 他是在一個生活的創傷當中 我們累積的經驗 知道什麼叫做一個人 而且是有尊嚴的 所以之前我很喜歡 有一些朋友會講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去理解 human rights 其實我們可以從human wrongs 可以去理解何謂human rights 你個人受到的傷害 你看到別人受到的傷害 你看到一些 你覺得很可能是錯誤的事情 你慢慢去歸納跟累積 你會知道 其實那個就是在指示我們一個方向 什麼才是正確 或是什麼才叫做基本的權利 國際踏車組織的發起人 是一個英國的律師 他在 他在1960年代 反正就是個律師嘛 閒來沒事會看報紙 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email 沒有網路 什麼都沒有這樣 那他有一次在那個 因為住在歐洲 所以他看到那個新聞 總是會有時候會有一些國際版的新聞 然後其他國家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在他們自己的報紙上面 看到一個很小的欄位裡面 講了一個小故事 這個小故事 是關於葡萄牙的兩個大學生 在小酒吧裡面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還是那個軍事的政權在控制 法西斯政權在控制 控制這個社會 所以那個社會裡面的壓抑苦悶 跟渴望自由的這種狀態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那可是不太就是 不太能夠 能夠立刻的去經營改變 那這兩位大學生呢 因為是知識分子 他們在小酒館裡面就是 當然不禁想起了這個國家的未來 想到他們自己的未來 以及他身為一份子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當然很感慨 但是他們兩個就是 就覺得說我們也不能夠絕望 總是要懷抱一些希望說 那我們為自由乾杯 我們為將來葡萄牙人 可以得到自由的乾杯 就這樣這一句話 那我們為自由乾杯 判七年這樣 那這當中有很多的細節 就是那為什麼在這種政權之下 會如何如何 那這兩句話 這比台灣還厲害 台灣以前白色恐怖時機也是文字獄啊 一個畫一個普派這樣 就被說是在影射我們的那個 那個 差總統這樣子 那 在這種狀態之下 這個英國的律師看到 講這一句話判七年 就是單純講話這樣 那他是 他心裡面非常非常的激動 然後他就想說 他就是一個小小的新聞而已 可是 看到的人或知道這個事件的人 可以讓 讓這種狀態持續下去 而不做任何的反應嗎 當聯合國就是在這個事件發生了十多年前 聯合國成立了 然後有了世界人權宣言 那時候在說的是什麼 在說的是人權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矛頭都是指著國家 因為他最容易侵害 以及他既然叫做國家 拿我們的納稅錢 他其實就是有最高的義務要保護 人民的基本的權益 可是重點人權是什麼 既然是徵來的嘛 對不對 不是人給的 也不會貼上自己掉下來的禮物 那在聯合國建立這個人權的系統的時候 是全世界的人 應該是說有事之事 可以理解到說 人權這件事情就是你跟我 我們作為非常平凡的老百姓 就是公民 就是國民 我們應該不分這個國界 因為國界是一個人為的 我們應該不分國界 因為既然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享有人權 我們每一個人都享有所有的人權 所以你的權利受到傷害 應該我對你也是有責任 就是我應該要想辦法協助你 因為我非常期待 當哪一天這個倒霉的事 落在我頭上的時候 我希望其他的人也能夠協助我 那既然是這樣 人權是所有的人的責任 為別人的人權要負起這個責任 那這個律師 他又是個律師 就是覺得在這個人 怎麼可以淪落到這樣的狀態 以及這個國家如何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沒有人聞問 這不就很像當年的納粹德國 他在屠殺以及正在監禁 他國內的國民的時候 其他周邊的國家全部都沉默 因為覺得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所以這個律師他受不了 他就提起筆 另外寫了一封信 投書也是在媒體上面 把這則小小的新聞寫得很大 然後他說 我們能不能發起一個叫做國際的 要求請求特赦 請求特赦這兩位學生 而且是請求這個國家特赦這兩位學生 因為他們是基於自己的政治上面的良心 而且說出這樣子的話 而且他們是一個完全和平非暴力的意見的表達 這種狀態 這種和平非暴力的意見的表達 無論是在任何一個文明 無論你說我們這個國家就習慣不一樣 我們這個國家文化和社會不太一樣 無論在任何狀況 他都不應該 他可能會冒犯到人 可是他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是犯罪行為 更何況是判七年 所以他就希望全世界國家的人 只要看到他寫的這封信 寫的這個童書 都能夠像他一樣提起筆來 寫信給葡萄牙的那時候的政府 請他們放過這兩個人 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跟其他的一些友人 就開始出現了那種 我們應該要關心各個地方發生的狀況 而且要用我們集體的力量 寫信去表達我們的關切 這是國際特色組織出現的原因 後來就把總部設在英國倫敦 國際特色組織 現在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都有分會 國際特色組織本身的運作就是由小組 就是我們只要找一群人 可是現在問題就是 那我們到底要去救誰啊 所以國際特色組織 他在開始慢慢發展的時候 他就把調查研究這件事情 放的比重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當你要說要去救援一個 一開始的時候是良心犯 那當然現在公民與政治 就是我們的兩公約 就是不管是公民政治的權利 或是經濟社會文化相關的權利 國際特色組織大概都會有所 他都會關注 然後也都想辦法去對人權受到侵害的人 就是伸出援手這樣 可是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鎖定在良心犯 那良心犯的意思就是 你用不管是基於你的政治的 或是你的族群的背景的 或者是你的宗教的信仰的 你基於你的良心 你去做言論的表達 而且是和平非暴力的 如果你因為這樣子 然後被你的國家 無論你是在天涯海角 你是那一個國家 被就是投入監獄 就說你是犯罪行為 那就是國際特色組織要救援的主要對象 當然他的人力物力都非常的有限 那他全部都是像我們這樣子的人 捐款去支持國際特色組織的存在 那你要知道要去做一個調查 個案的調查其實是非常非常艱辛的 你沒有一些技巧方法 你沒有得到正確的資訊 你沒有做過交叉比對 其實你無從去確認那個狀況 但是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標準 就是以人權 就是我剛才講 包含下良心犯 以及在公約裡面 對於什麼叫做言論自由 他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標準 那他會去進行調查 那國際特色組織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有一個非常非常著重的點 我猜他其實也是這個社會上很多人會誤解的 覺得是不是我們今天要救援的這個人 他違反了政府的法令 不管有還是沒有 那他現在被關在牢裡 那我們去救他的意思 是不是就說政府判錯了 或是他的主張其實是正確的 那國家怎麼可以說他是不對的 其實不是 國際特色組織 其實跟公約所說的言論自由是一樣的 言論自由保障的是你去和平的表達你的言論的自由 而不是說你的言論是正確的 因此你應該受到保護 這樣可以就是知道那個區別 就是國際特色組織並不問這個被害人的立場 他的政治立場 他的宗教信仰的立場 跟他的國家立場 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或是誰是有價值誰沒有價值 國際特色組織不做這種在思想或言論上面這種判斷 那個內容是什麼 他本身不是一個關鍵 重點是當他和平非暴力的去進行了表達 這件事情居然是犯罪 無論他說什麼 居然是犯罪 是這件事情才是錯的 才是抵觸了國際的人權的標準的 所以他救援的不是因為他講的這個話如何這樣 所以很多人會誤以為說 國際特色組織是站在被害人的那邊 就是在政治立場或是言論的立場上面 是站在被害人的那邊 並沒有 國際特色組織既不支持他所聲援的這個人的政治立場或言論立場 也不反對他的政治立場或是他的言論立場 因為這個跟那個人權的侵害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國際特色組織在這麼多年來 他除了又透過團體的名義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那你會知道說他做了工作 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那關於血信這件事情 大家確實會覺得疑惑 就是當你確認了某一個人是值得救援的 而且你是花很多力氣去進行調查 所以那個事實的發現 以及違反人權的調查會是最關鍵的一步 那也是最費力的一步 可是當你調查出來之後你要去進行救援的時候 為什麼選擇血信呢?這太詭異了 為什麼是一個如此 如果按照我學生的說法的話 他會怎麼用那種那麼虛弱的方式啊 也不是應該至少丟個雞蛋吧 綁個白布條啊 去跟他抗議什麼的 你血信感覺就弱掉了 那怎麼會有用 那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這封信並不是寄去他的政府 罵三字經的 也不是寫信去這個政府說 如果你不把他放出來我就怎麼樣 不是這種方式 而是很禮貌的告訴這個國家 即使他是一個集權 他是一個把西式政權 你都會很禮貌的告訴他 告訴他說 親愛的總統閣下 親愛的司法部長閣下 我聽說了某某某的事情 可不可以請你們 請你們按照你們國家本來就有的法律 以及按照你們國家已經簽的國際的人權公約 請讓他在監獄裡面有飯吃 求求你 謝謝 或者是 可不可以請你讓他在監獄裡面 可以跟他的家人聯絡 可以跟他的律師聯絡 可不可以請你們讓他得到一個公平審判的機會 請你們不要凝虐他 請你們給他醫療 因為他有糖尿病 謝謝 這封信是在告訴這個國家的人數 全世界不分文化語言種族 居然有人注意到有個人 被不合理的關在監獄裡面 很可能是因為他的言論是政府不喜歡的 很可能是他為了保護另外一個人的行動 又被政府討厭了 那他在監獄裡面 這個整個刑事 就是犯罪的偵查等等這些 無論他是不是真的犯罪假的犯罪 基本人權就是 你不應該對他不人道的待遇 你不應該酷刑 即使他是個犯罪的人 你其實都應該要給他公平合理的機會 而不是驅打成招之後說拿著自白說 對啊你看他自己都承認了 那所以國際特的組織 他就是堅持在一個像這樣的基本原則之下 而且是很禮貌的呼籲這個國家說 我看到了 我們知道了 我們在這遙遠的角落看到這個人 知道你這個國家居然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要告訴你的是 請你就按照你們國家的法律 因為你們的國家的法律也禁止驅打成招 這都是白紙黑字 因為大部分國家不會直接把酷刑這件事情說 這是一定要採刑的偵查方式 當然不會啊 所以而且很多的國家他既然簽署了公約 就應該好好的去執行 那即使他沒有簽署 我們都有權利可以這樣去要求他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狀態 其實我們是讓這個政府 你用這樣子的柔性的這個語調 以及好像就是血信 其實是一個讓對這個政府施壓的方法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大家 因為我們血信是會是用明信片寫 明信片 大家知道什麼叫明信片嗎對不對 明信片 請問你 我們寫這封明信片就是寫了 那我們說對政府施壓 其實一個人在監獄裡面 他有一封信寫到他們的總統府 寫到他們的監理所裡面去 全世界來了一個十封 人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對不對 你要是來了一個一百封 你覺得這個監所管理員 或是他們的那個典獄長 會是作何感想 來了兩千封 你覺得他會怎麼想 來了三萬封 來了十萬封 而且完全是不同的語言 但是上面名字都很清楚 就是鎖定這個人 你覺得這個國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賀庫怎麼那麼強 怎麼那麼硬 他是哪裡來的 我是不是不小心得罪了誰誰誰這樣 那會不會因此呢 他就不會讓這個人在監獄裡面 人間蒸發 或者是好歹就給他一點東西吃這樣 就是他會改善這個人 在這個國家裡面的處境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能在上面寫三字經 或者畫一個那個宗旨 寄過去給他們的這個國家 是因為難道我們是想要害他被打得更兇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為的是 無論他能不能被放出來 我們希望他被放出來 可是即使他沒有辦法被放出來 他所受到的對待都必須是合乎人權的 那這些在國際法上面 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標準的 不能打人沒有那麼難 給他東西吃其實也沒有那麼難 要給他衣服穿 要讓他家人知道他在哪裡 而不是失蹤 就是被失蹤這樣子 那一封明信片 而且我們採取的是明信片的方式 那為什麼要這樣 你能不能想像一下 一封明信片要寄到 我們待會兒講的個案 馬拉威 你覺得他中間會怎麼樣 你在這邊寫好了 你寫好了 然後還會有誰看到你這封明信片 上面有這個人的名字 其他你可能就是用中文嘛 有這個人的名字 有這個人的名字 那你覺得這封信還會有誰看到 今天離開這裡之後 你覺得這封信還會有誰看到 隨便亂講 郵差 哪一個郵差 如果你是自己丟 收信的郵差 還有呢 負責整理的人 負責整理的人 對他就是要分類啊 像馬拉威 台灣一年也沒有幾個 寄到馬拉威 這是什麼東西這樣 對負責整理的人 他會覺得很奇怪 還有呢 還有呢 想像一下一封信的旅程 分類 分類完之後呢 還可能有誰看到 航空公司 就是你會打一大包 有沒有 航空公司 而且你會發現說是寄到馬拉威 如果我們是寫到監獄裡面給這個人的話 他就那一整包 就在台灣比如說五千封 全部都寄給監獄裡面的某某人 他們會看到 這是往馬拉威去 而且是這個人的人名 雖然不知道在幹嘛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送到馬拉威 然後呢 馬拉威當地的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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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樣 運送的 各個不同的機構的 郵差 郵差就好幾輪嘛 進去的郵差 整理的郵差 分類的郵差 還有出去的郵差 還有呢 接下來 郵差完 監獄 監獄會給誰 收信的 其實收發會先看到 對吧 收發 接下來 他說我發現是 怎麼會有那個數十萬風 從那個世界各地 既然要 而且是指禁給某個人 他會不會嚇一大跳 他會先把這個城報給 管理員 他不會真的那麼乖 因為監獄嘛 他不會 他都會檢查人性啊 檢查人性更好 一封一封的檢查 怎麼全部都寫AI 然後全部都寫這個人的名字 有些語言他們看得懂 有些語言他們看不懂 對不對 他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他會稍微看一下 那有他們使用他們國家語言的 其實就會知道這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再送去給點獄長 點獄長也不太敢把這一大包信 就是給這個人 就趕快上報 上報他們的那個法務部長 法務部長看一看 翻了二十封之後 就覺得不太行 趕快再上報誰 然後最後也許這封信 就給他扣下來 不給這個人 但是他就會知道 而且那信我一直來 因為不會同時 有沒有 一直來 你想想看那會是什麼 這是一個溫柔的革命 可是你知道嗎 這薄薄的一張信紙 就是幫他擋子彈 越厚 越厚的話 他可以撐得越久 這就是為什麼 救援他其實是有實際的力量 國際特組織五十多年 一直用這種很虛弱 很古典的寫信方式 在寄信 我問你喔 如果沒有效 他為什麼要寫 如果他寫了五十多年 因為那個救的人就是上千個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效 他為什麼要寫 還有 其實因為不是只有寫信而已 好 他對於人權侵害的這件事情 他所做的遊說 你知道有多用力 比如說 我現在隨便假設 假設馬拉威這個國家 發生了一個事情 馬拉威假設是台灣的邦交國 在台灣有個大使館 國際特組織還會去這個大使館 你想想看 全世界跟馬拉威有邦交國的國家 假設他們有AI 就是有國際特組織的支持者 你不一定要是會員 然後都知道了這件事情 都去他們國家的大使館去抗議 去說 你們要改變一下你們的法律喔 你們這樣不太對 你們自己不是簽了那個嗎 那我要跟我們的 我們也可能去施壓我們台灣自己的政府 請不要再跟他們有經貿 或者是你應該要有經濟的制裁 因為他們做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會用各式各樣的管道施壓 全部都是和平非暴力 對不對 可是會不會有效 聯合著全世界一般的公民 你就是一個一般的人 你可能是個學生 你甚至是用畫畫的 可是連這樣子的人都知道 馬拉威在監獄裡面發生了一件 這種讓人覺得非常shame的事情 這個國家會不會感受到壓力 會 會 這些國家會感受到壓力 所以在這麼多年來運用明信片 其實拯救了無數人的性命 當然有很多的性命 沒有因此而獲得拯救 這是真的 但是他有一些呢 某一些人也還沒有被放出來 但是他至少不會遭遇到酷刑 然後改善了他在監獄當中的處境 還有這樣子的信件 你知道在我們現在這種LINE的時代 你收到一個 你可以試試看 今年耶誕節 跟今年的過年 你一定會也是一樣 不管是你跟人家祝賀別人祝賀你 你稍微想像一下 在這個時節 在這個年代 你要是收到一封明信片 是親手寫給你 是用 不是打字的 不是那種印刷體 是要親手貼上郵票 然後走去郵局 投地 郵桶那邊郵地 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寫下 他對你的祝福的 你大概會覺得 那個朋友 就是你的智友 或者是他一定是一個你很重要的人 才會這麼做 那十幾明信片跟電子的媒體 E-mail 我們現在也都會採取 線上的連署都會 但是十幾明信片 是有他的溫度的 他是有溫度的 在監獄裡面 收到這封信的人 他心裡面的那種感受是 這是 你想想看 但即使只是兩封信 只是兩封信 但是來自世界上不同的國家 每一個人都需要花一點力氣 了解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每天每一個人的生活 周遭嗡嗡作響的 就是大家都在嗡嗡嗡啊 然後就是有太多的事情要關注 可是他願意花時間 理解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提起筆來 把它當一回事 而且認為很急 然後提起筆來寫信 他要花錢 然後自己去投地 這是多麼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你在這個世界上 除了你的親友 你沒有認識其他的人 可是他們卻願意為你提起一支筆 寫這樣的一封信 所以對於那個在遭遇到 很遭遇到嚴重的人權 受到傷害的這些人來說 這是一個他們可以活下去的力量 去年的寫信馬拉松 我們好像有九個個案 就是全世界集體一起拼命寫 寫一個月 那你知道那個力量 國際交易組織當然不是在12月寫信 不是只在12月寫信 每個月都會有很多救援的個案 可是他這11個個案 或是每年12月是選擇過的 他的選擇 他的選擇有很多個條件 第一個 他現在立即迫切的危險 第二個 他寫信現在有可能是立刻阻止他的死亡 或是他被強迫失蹤 或是他的遭遇可以立刻改善 或是有機會他會被放出來 或是有機會阻止一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才這麼做 然後呢 也是 因為他的調查是非常完整的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 很需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就是一起 那國際特組織也不是那麼聰明 雖然他就是有各式各樣 非常非常有趣的活動 去參與人權的救援工作 可是這個寫信馬拉松卻是 就是一對情侶 在大概2010年的時候 就有一對情侶 不知道是波蘭還是荷蘭還是哪裡的情侶 他們就是閒來無聊 他們好像也不是國際特組織的會員 他們單純就是支持者這樣 然後他們在那個聖誕夜的時候 他們就想說那個要跨年 就是要過節這樣 那反正閒來無事嘛 那反正12月會有那個就是一樣固定都會有一些救援 他就跟他男朋友兩個人就突發奇想 就是反正我們沒有事 我們兩個一起過節對不對 我們試著24小時拚命寫拚命寫這樣 他會怎樣 因為實體性這件事情不限次數 比如說你要寫給一個人 寫給一個政府 你可以同樣用明信片 你可以寫10張寫20張 可是網路上面的連署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不想要灌水啊 好像作假一樣對不對 就是會用你的email去篩選 就是一次這樣子 可是實體明信片 因為你是費很大力氣的 是費比較大力氣的 所以你寫無數章都沒有關係 那因此這對情侶呢 就說那我們就來寫一下好了 那他們就揪團 揪了身邊三五個朋友這樣 真的就24小時 然後就三五個人在那邊 拿著一疊明信片 就是馬不停停一直寫一直寫 寫到掛這樣 寫到這塊類似了這樣 覺得很有成就感 這個消息呢 被他們在地的國際特徒組織分會知道了 就回報到那個英國倫敦的總部這樣 總部說 這真的是一個聰明的好主義 可是呢 一群人寫24小時 太慘烈了 不要這樣 我們就全世界的人寫一個月 全世界的人 只要願意的人 大家一起來寫 寫一個月 這也是像接力賽 也像馬拉松一樣 我們就一起來寫 那他發揮的效益 有可能也是會非常好的 所以從那時候起 國際特徒組織 在每年的十二月 就是因為十二月十號 十二月十號是世界人權宣言 通過的日子 是世界人權日 那整個十二月 都是世界人權日 世界人權月 所以就選定在這個月當中 每一年 就是大家拼命來寫這樣 好 那這是國際特徒組織 他怎麼發展的經過 以及他為什麼寫信會是有效的原因 那不過我還是很想 就是在 因為今年的這十一個救援的個案 那各自有各自的狀況 那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一一的介紹 那我會讓大家看幾個 就是讓大家理解 就是為什麼他被認為是要去救援的 那我也很想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國際特徒組織 台灣現在是有分會 我自己身為這一任的理事長 可是國際特徒組織並不是因為有了分會 所以就跟台灣有關係 國際特徒組織它有一個 過去 現在也都是很小心的一個原則 就是通常呢 如果這個國家 如果這個國家 比如說我們台灣分會 對不對 如果你發現台灣有 人權侵害的個案 那這時候為了要 為了公信力起見 國際特徒這個分會 台灣分會 是不可以自己去調查自己的個案的 因為怕偏頗 也怕你的政府不相信 因為你就是 反正你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嘛 這樣 所以他一定會是總部派人 去進行個案的研究 而且呢 他在進行個案的救援的時候 通常 為了保護 像我們這樣一般的人 因為我們其實只是想要為別人 伸出一隻援手 可是萬一台灣 你想一下 假設台灣現在還是在白色恐怖時期 現在彭明明被抓去了 這樣 如果你是陳菊 你說怎麼可以抓彭明明 那你猜陳菊會怎樣 跟著進去嘛 那如果我說 怎麼可以把那個陳菊那個抓進去 因為他只不過是聲援彭明明 然後又沒有怎樣 那你覺得我會怎樣 對對對 你了解那個老鼠會的那種效應嘛 對不對 所以 一個國家如果他狀況真的很糟糕的時候 所有這個想要 你其實也沒有幹什麼對不對 你就是和平非暴力的 你這種人權捍衛著 你就是在捍衛別人的人權 其實你也是在捍衛你自己的這個人 他就會遭遇到很大的危險 所以國際特的組織 他過去有一個很長期的習慣 到現在其實都還在落實 特別是人權紀錄超差的那些國家 就是任何一個分會 都以不救援自己的個案為原則 以不救援自己的個案 我們專救外國 那有例外啦 比如說像台灣應該也沒有問題 可是只要是我們總部救援的 比如說蘇建和 有沒有聽過 比如說鄭信哲 有沒有聽過 徐志強 邱和順 如果是這個總部 國際特組織 他經過他自己的調查 是一個中立的去選 因為很多國家都會去通報個案 那他如果確定的話 我們自己要去救援當然也OK 但是除此之外 就是除此之外 就是不會我們覺得說誰很可憐 我們就去救他這樣 這是第一個是為了公信力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盡可能 對其他國家伸出援手 是因為這些國家 可能他的狀況很不好 他一定要我們作為一般的人民 以人的立場去協助另外一個人 因為他們情況不好 他們可能誰救了誰 可能自己整團的人 全部通通被抓 那台灣在早年 正是因為如此 國內的人 你想辦法要去救援國內的人 其實就會出狀況 所以台灣在白色恐怖的時期 在我們政治戒嚴的那個時代 是國際特組織寫信 也一樣啊 寫信給我們的政府 所以彭明明為什麼可以活下來 陳菊為什麼沒有在監獄裡面 被毒打到殘廢 或者還有很多失明等 博養 就是為什麼他們可以活下 活著走出那個監獄 國際特組織不斷地寫救援信 那這也是為什麼 當台灣解嚴了之後 這些曾經被救援的人 以及曾經在監獄外面 不斷地為這些人奔走的人 他們覺得 我們現在爭取到多一點點的自由 我們應該 就像翁山書記說的 翁山書記最近好像已經是黑名單 就是他說的話我覺得還是很有道理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自由 去協助別人的自由 那這個就是一個真正在落實 世界人權宣言說 每一個人的自由 就是另外一個人的責任 你的人權 別人也會協助你 我們透過人跟人相互的協助 去達到全體的人 都可以享有完整自由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我當然無法介紹全部的案子 但是讓大家很快的看一下 我們今天我選擇的四個案子給大家 你們知道誰是史諾登嗎 誰 那個 那個 史諾登 美國人 很好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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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政府官員 政府怎麼樣 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 就是 對可能是一個位階比較 就是他是科技的那個技術人員 然後呢 他怎麼了 他怎麼了 接露 接露 接露國家機密 什麼國家機密 監控 監控人民所有人 欸很好喔 他揭露了美國跟英國聯手在全世界 監控一大堆人 不管你是不是那個犯罪協 就是無差別的監控 這在美國本身都是違法的 但是他揭露這件事情 被指控 違反國家機密 他現在完全是回不去美國的 有人要提供他政治庇護 他都過不去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今年國際特組織救援的對象之一 我就是要用這個當第一個例子告訴你 並不是歐美國家人權狀況特別好 不要誤會 這是Snowden 他用一人之力對抗國家監控 而且他不是為他自己 他為的就是你跟我 因為像我們在台灣一樣被監控 這樣可以看得清楚嗎 他揭露了英美兩國大規模的監控 然後政府他的理由是 我是要保護人權的反恐 因為恐怖分子會傷害很多人 造成很大的死傷 這是他的藉口 因為在你又沒有鎖定人 你是無差別 所以根本不是像他所說的 他是為了反恐 所有的 你看你有沒有在使用私人通訊 你有用Message嗎 你有Email嗎 你有用手機嗎 你有網頁搜尋嗎 我上個月才知道在Google的網頁 如何隱藏我的搜尋記錄 就是如何讓畫面全黑 但是不留下任何紀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是我孤陋狂 我會保護自己 他現在在哪裡 在俄羅斯 他現在在俄羅斯 可是他哪裡也去不了 而且他在俄羅斯也必須要躲起來 因為他的生命也受到威脅 因為美國政府 即使跟俄羅斯感情很不好 但是一定有臥底的人 對不對 所以也是要非常小心 他有國家要提供他護照 但是美國已經把Snowden的護照註銷了 所以他甚至沒有辦法搭飛機 去到其他的國家 還要入境 美國還威脅俄羅斯周邊的那些國家 就是你上面飛機飛過去 國際不是都有航空領空嗎 美國就講說 不要讓我知道 Snowden經過你們國家領空 所以他現在沒有辦法離開俄羅斯 到其他地方 好 然後他還要有 還會受到 就是一些生命上面的威脅 那在國際特組織 你看到那個上面這個 你看這個 限移者跟隱私權 每一個個案 國際特組織都會告訴你說 他涉及的是什麼樣子的事情 哪一項基本人權 所以他不是隨便呼嚨 就是 國際特組織特別討厭美國 所以最好把那個 美國最討厭的Snowden 拿來當作救援對象 好 不會 他一定會有 他的基本的原則 那隱私權 人格權 這個 好 而且不是Snowden本身的隱私權而已 他涉及的就是 他揭露這件事情 是一個在公共利益上面 保護了我們全體人的隱私權 那他是一個洩密者 國家就是說他洩漏國家機密 可是問題是這個國家做的事情是違法的 連動自己的法律就是違法的 Snowden造成了很重大的美國法律上面的改變 可惜 這件事情沒有幫助他可以回去 他造成什麼大的改變 在國內 大辯論 在美國他去辯論 人權跟反恐之間的界限 以及什麼叫做國家的恐怖行為 像這種大規模的監控 以及他有可能把人陷入 就是無罪的人有可能被設計 因為他只要能夠這樣監控 他就可以有一些變換 所以在國內造成非常大的辯論 那後來美國40年來第一次通過法律 國家固然有可能要監控人民 就是要有一些條件 那我們就要透過法律來控制國家去監控人民 就是你要符合一定的要件之下才可以這麼做 而不是像美國過去做的那種大規模的監控 然後另外科技公司現在的隱私的保護 他甚至可以不能夠因為政府說 前一陣子不是有蘋果 他拒絕幫政府說 這是一個犯罪嫌疑人 然後請幫我解密他的手機 他拒絕 他就拒絕這麼做 所以整個美國境內在隱私權的保護 以及關於國家秘密監控 這件事情其實都得到很大的改善 這是因為史諾登的貢獻 可是他沒有辦法回家 因為他一回家大概就是30年有期徒刑 這是非常糟糕的狀況 所以待會我會有一個很簡短的影片 就是聽他講講話 這是他說的 他說隱私是所有自由心靈的權利 你想像一下 當你想跟你的親密愛人說一些話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這是被監控跟全部記錄下來 你會說的話 一定跟你完全是自由的狀態 你要說的話是不一樣 你討厭你的老師教授 你的老闆 你私下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 你情緒的發洩不是公開 但是你在私下想要跟三五好友去聊這些事情 如果你知道你的這些全部都是被記錄 而且會拿來對你作為不利益的用途的時候 你還會說嗎 其實在你的心裡就住了一個警總 他就會自然讓你無法成為一個自由的人 這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吹哨著 就是告密著 我們今天寫明信片 如果你願意 不是強迫 因為你就是來聽聽國際特組織的工作 當然我們歡迎如果你願意參與救援他的話 這一次的馬拉松的行動 寫進馬拉松的行動 如果要救援史諾登有兩個途徑 因為他現在就是沒有辦法隨意的接觸 而且必須要躲好這樣子 那我們會寫兩封信 一封信寫給歐巴馬總統 雖然他快要下牌了 但是因為我們寫的是給總統 所以這個國家一樣 川普應該還是會收到吧 就是說寄到那個 就是那個白宮的話 他還是會收到 那我們寫的信很簡單 您好 你可以照抄 這個都可以照抄 而且甚至其實你通通寫中文 都沒有關係 但是唯一你必須要寫 按照他的原文抄下來的 就是這個人的名字 Snowden 你要寫Edward Snowden 你必須要完全照抄 其他你就像訴求內容這麼寫 比如說你寫 親愛的歐巴馬總統 全部用中文 OK 你寫說 我請求你依照你的職權赦免 然後接下來你要寫這個英文字 他的權名 他的行為是為了保護和捍衛美國公民 跟全世界的人權 隱私權 好 這是訴求內容 你甚至可以不用寫那麼長 因為你覺得時間有限 你想要多寫幾張 你可以寫 你可以就寫 Snowden不是間諜 就這樣 或者你寫特赦 特赦Snowden 這樣 不管是要這樣子寫或這樣寫 你就是可以用中文寫 但是在他的名字 你就應該要寫原文 最好這邊你也是寫 特赦Edward Snowden 這樣比較完整 這是告訴你最簡單的方法 還有你寫信 我們要救援他 也可以寫給他本人 我覺得這個太神奇了 我自己在國際特殊 我都覺得好神奇喔 他現在在俄羅斯 他跟外界接觸的管道 全部都是網路 對不對 他現在接觸的就是網路 最好不要讓人知道 就是可以碰到他這樣 外面給他下毒 所以實體性對他來說 特別溫暖 那國際特殊組織的同事 明年下個月就會去拜訪他 會把來自全世界的信 實體的名信片 會親自拿給他 所以 如果你也想讓他知道 你想 你對他的聲願跟支持 請禮 也可以寫信給他 這樣 那因為這次是 整個台灣一起寄的 因為台灣 就是現在寫信馬拉松的那個 那個 寫信趴到處都在進行 所以 如果是寄給Snowden本人的 就全部會集中在一起 然後寫給歐巴馬的 全部集中在一起 所以你不用 你這次就是特別好 不用自己貼油票 你只要寫內容就可以了 好 那下一個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那個馬拉威 剛才跟大家舉例馬拉威 那是因為他有一個 也是非常嚴重的個案 而且不是只是一個人 但是有一個孩子 他當作代表 白化症 大家知道白化症是什麼 對不對 台灣在很多年前 有一部很有名的紀錄片 我自己非常喜歡 叫《月亮的小孩》 他就在講白化症 那台灣經過了十幾二十年 漸漸對白化症就覺得 比較了解了 也了解肌上面的一些問題而已 那他們可能會在視力跟皮膚上面 容易受到一些傷害 但是他就是與常人無異 這樣 可是在馬拉威 非常可怕 你可以看一下 白化症 白化症這個是 這是你了解他的基本的概念 那現在是沒有治療的方法 那馬拉威的白化症有什麼問題呢 Annie 他十歲 馬拉威的迷信 有一種巫術迷信是 白化症的人的骨頭 或是皮膚 就是肌肉 或是他的毛髮 可以招財 那因此對貧窮的來說 是不是非常有吸引力 我斷人家手指頭 腳指頭 或是一隻腿這樣 我就招財 我就可以脫離貧困 所以 甚至包含他的親人 就是很多在馬拉威的白化症的人 不是那種 到人體 殺人之解的那個集團 可能會威脅到他的生命 包含他的貧窮家人 親人 都有可能 基於他的股肉 血 那個皮膚 就是毛髮 所以他每天都 就是長年都是籠罩在 失去生命的陰影之下 而且不只他 他很想成為一個護士 可能是因為他的疾病的關係 馬拉威大概有一萬多人 是白化症 然後過去的那個謀殺 去年光是謀殺跟謀殺未遂的 綁架這種案件就非常的多 事實上好像有二三十個 就是其實已經被殺了 那不只是犯罪集團 他們的親人都可能犯案 因為認為他們像黃金一樣 有沒有 很寶貴啊 我只要有你一隻手 給我一隻手 所以他們沒有任何法律保護 更可怕的是 如果有人被抓到 就是你去殺害這些肢解 就是販賣這些白化症的人 他們可能會被人罪釋放 因為他說這就是社會的習俗啊 我們就是有長久的這種風俗啊 這邊 無罪釋放 或是重慶量刑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殘酷的那種狀況 那馬拉威政府有責任 去保護人 這樣活下來的基本的權利啊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個信 是寫給他們的總統 寫給馬拉威共和國的總統 告訴他們說 請 請求 我請求 就寫總統你好 我請求你們 要消除針對白化症患者的各種歧視跟暴力 你可以寫到這裡 這是訴求 你也可以講說 我請求你們 調查攻擊或是殺害白化症患者的人 而且應該要將他們繩之與法 你可以簡單這麼寫 你可以寫得更簡單 他們也是人 請你要把這個詞寫下來 因為我們要救援的是患有白化症的人 所以你只要寫這個 其他你通通寫中文 都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知道你在說什麼 這樣 那如果剛剛好恰巧 他們那邊有來自不同的族群 不同國家的人 剛好可能能夠翻譯的話 在那麼多的信當中 也許他們針對 像我們寫中文這個語言 他們翻譯就會知道說 哦 原來你們說的訴求到底是什麼 那可是因為是國際特色組織的全球性行動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猜得出來 好 你也可以這麼寫 他們應該有權利享有尊嚴的生活 他們也是人 不應該被隨意的殺害 那這個照片行動我就不多說 因為就是大家比較 另外我想要讓大家看一個 在加拿大 又來了 一定要舉那個 大家想像當中的西方歐美 或者是比較進步的那個國家 人權的侵害啊 是沒有在分全國跟有錢的國家 文明進步還是那種 還比較沒有開發的那種國家 不是未開發國家一定比較沒有人權 請不要誤會 好 這個是一群加拿大的原住民 他們是一個特定的族群的名稱 我其實沒有背下來 他們的家園要被國家蓋水壩 不是只有這件事情而已 是過去累積很多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族群大概已經活不下去了 所以他們要抗爭 那涉及到的基本權是什麼呢 是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 而且是關於他們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還有關於任何人都不應該被強迫遷移 他的家園的這種基本權利 那這些事項 是在我們公民與政治權利 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裡面 名文列出來的事項 那所以國際特助也是強化這些 那這是加拿大 剛在現在的加拿大建國的時候 就是英國人跟法國人 在現在屬於原本是屬於原住民的土地上面 建立一個叫做加拿大國家的時候 當年其實跟當地的原住民有簽約 簽約說保障他們在這邊生存活下去 而且文化上面可以延續跟發展 可以運用他們的自然資源 不管是在經濟面向還是文化信仰的面向 這些他們都有權利 可是國家違約 還不只是違約 我不知道這個畫面你清不清楚 你看一下這是原住民居住的時候是這樣 數千年百年來是這樣 加拿大建國之後 然後就是要開採油田 然後又需要水 發電等等這些 現在就挖的全部影片 坑坑巴巴 又是黑的 這樣 他們還想在這裡蓋水壩 那這是叫水壩 可能是因為為職位 因為可能蓋好幾個 其中一個C的水壩 就在他們和平和谷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水壩在蓋 他們的生活環境都會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其實現在已經破壞了 因為開採石油的關係 他們這裡所有的生活的方式 他們的文化傳承 大概就會滅絕了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是不知道是阿公還是阿嬤說的 他說我根本不需要電力跟邊香阿 但是如果我不能夠繼續狩獵的話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生活 我有機以來 我就是這樣活的阿 那我失去這個我還是誰 我還是個人嗎 是一個我認為我跟我的土地 是密切連結在一起 而且我要把我這個土地完完整整 好好的留給往下七八代 九代 十代 二十代這樣的子孫 那我們的族群是這樣的信仰 那你剝奪了這個 那我是誰 我們要寫信的是給加拿大的總理 告訴他撤銷 或者是至少暫停這個開發工程的許可可同意 或者你也可以說 我請求加拿大政府要捍衛原住民在法律跟政策上面 應該有自由且事先智慧的同意權 就是如果我拒絕 那就是拒絕 那這條是什麼呢 這條是兩公約以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力宣言裡面 明白寫的 明白寫說每一個國家 如果你是在明的是原住民的土地 在上面建國的 你就要特別注意了 你的上面 你在這個土地上面任何的使用 你必須要事先把這個規劃告訴當地的原住民 跟他們商量 讓他們清楚的了解整體的狀況 而且你必須要爭得他的同意 這樣 那這是加拿大的義務 他法律上面的義務 他自己現在違背 不僅違背法律上面的義務 他還違背了一百年前 跟這個當地族群簽的條約 你也可以直接這樣寫 停止建造Sea Dam 那個水壩 那可以寫尊重 你要尊重原住民族的權利 那或者是你寫關鍵字 Peace River Valley 和平和國 或者是你可以照抄 待會如果你想知道怎麼寫的話 有一些可以讓你抄 就直接抄就可以了 那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是我們要去聲援原住民 原住民的族群 因為遞交的關係 因為那是一整個不足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全部寫給他們 我們就直接寫給加拿大總理就好了 寫信的時候 這件事情要特別請你了解 避免使用任何原住民的文化的象徵符號 因為有些人寫信 其實我們也都非常歡迎 有些小小孩 他想要聲援 就畫一朵花 或是寫個手 畫個手 我支持你 像這樣 這沒有關係 但是呢 在這封信寫的時候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說 我既然是要聲援原住民 我就來畫個台灣的達悟組的圖騰好了 或是來畫個什麼樣子的圖騰 來象徵這是一個聲援原住民的 那請千萬不要這麼做 因為包含台灣 跟全世界的原住民族 他們的文化圖騰 常常是被誤用的 比如說這即使是他的圖騰 可是我們畫的是不精確 可是這是會誤解 誤傳 可能也會有點扭曲 再來即使這是他們的圖騰 他們是不用在 或者是不能夠用在這種地方 比如說信件上面 或是任何你在傳遞訊息 他可能有他的神聖的意涵 不是你輕易可以使用的 那基於對原住民族的尊重 因為我們在寫信就是 加拿大的政府 沒有尊重原住民的權益 所以連這種小小的 在文化的敏感度上面 我們都希望寫信去聲援的人 都能夠體會這件事情 你就把訴求很清楚簡單的寫就好 不用做任何其他的花紋 或者是圖騰的描繪 還有 我是講四個了嗎 還有一個中國 中國這個其實因為也蠻誇張的 所以也是要讓大家說一下 這是一位維吾爾族的經濟學者 是中國的一位學者 那他本身是維吾爾族 知道維吾爾族是誰 是什麼嗎 他是 他是新疆 對 有人會說東圖爾吉斯坦 他是 中國的個案 伊利哈姆老師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 他經濟學的背景 那他 因為維吾爾族人 在中國其實也是遭遇到 很老實說 滿嚴重的一些傷害 那 可是這位學者 就是伊利哈姆老師 他事實上向來都被認為是一個 雖然會批判政府 可是他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 那他的訴求都是希望說 在族群 在這個國家裡面 族群之間應該要好好的對待 那掌有權利的漢人呢 他在很多政策上面 傷害維吾爾族人 應該要有所改善 所以他的這些言論 應該是很OK 那這次國際的組織 讓大家想要讓大家了解一下中國 那這個 我們 我們從伊利哈姆老師這個個案裡面 有幾個點我們是可以思考的 然後我們可以猜猜看 中國的紀錄如何 有沒有 這些事項 什麼叫人權捍衛者 我們現在協性就是人權捍衛者 你自己就是人權捍衛者 這種人 可能在某些國家 他的下場都很慘 這就是為什麼 只要國家一個動作 他其實就會嚇阻 我們用我們自己個人的力量 去協助另外一個人 他不讓我們 互相合作 跟集合在一起這樣 好 在中國人權的紀錄當然是非常差的 他常常去威脅騷擾 跟無端的逮捕 而且暴力 暴力的對待這些人權捍衛者 或是律師 或是記者 跟運動分子 習近平上台之後 中國有非常多的人權律師 都被逮捕 兩三百人 那這是大家覺得 習近平要稍微再更開放一點 可是這種大規模逮捕 卻是習近平之前的中國的政權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那酷刑跟不人道 這更不用講了 他們雖然也修改了行政訴訟法 說不可有那個黑牢 就是秘密的監獄 可是其實一直都還存在 那死刑 他每一年有上千人被判 每一年有上千人被判死刑 然後他的刑刑數字 從來都不公開 他說是國家機密 我不知道這個為什麼是機密 但是他又說機密 我不讓你知道 但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 他就是在每一年當中 執行實行最多的 可是他可能一個國家 就是全世界執行實行的人數的總和 還超過 言論自由 這更不用講了 你們都知道 中國的年輕人 或者是在中國裡面工作的人 他就必須要翻牆 他才有使用各式各樣的公開網站 然後很多的關鍵字 在他們的網頁搜尋上面 就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會出現 就是網路上面的問題 少數族群 藏人 維吾爾族 蒙古 蒙古族 跟其他很多的少數族群 都在他們所謂的民族自治區裡面 事實上完全行使的就是 漢人控制 而且是黨控制的那種所謂的自治 所以當然是沒有自治的 所以他們甚至連 你不用說什麼政治的權利 你單純是要講你自己的母語 傳承你的文化 這種原本在中國的法律上面 認為是應該保障的 都一直在減損當中 因為他刻意用很多的方式 讓你學母語很不方便 或者是歧視 讓你不得不去學 好好的學中文 好 而且要放棄你自己的原文化 維吾爾族 這是我自己報紙上看來的 在每年他們都會 因為他們是伊斯蘭教 每年會有那種齋戒月 齋戒日 什麼三巡節 什麼幾巡節 這樣 在他們過這樣的節日的時候 中國在新疆的區域 就是維吾爾族人拒絕的地方 透過地方政府 大肆地去舉辦 各式各樣的活動跟慶典 吃喝玩樂 然後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去凸顯這些人不吃飯的笨蛋 或是這些人在一些傻瓜 或者是去鬥搖那些年輕人 然後他要求 就說反恐 或者說你們這樣子不良的風俗 什麼不良風俗 留大門子 要求你全部剃掉 這是對一個人是 就是踐踏他的尊嚴 完全不管說在他的族群的文化當中 那樣子的那種意義是什麼 好 那他牽涉到的 包含他們的宗教信仰自由 表達意見的自由 然後禁止酷刑 他受到殘酷的對待 當他被抓的時候 他是兩心犯 他是經濟學者 然後他對少數民族的議題是非常溫渴的 而且真的很有名 因為他太有名了 那兩年前他被帶走 而且沒有 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人在哪裡 都很怕他死了這樣 然後後來有跟家人聯繫的時候 已經有十天沒有吃東西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他就是剛被抓的時候 就是都沒有吃東西 雙手都是雙腳帶腳靠 然後他被判無期突刑 他做了什麼 沒有什麼 就是呼籲說政府應該改善 對維吾爾族人的待遇 就這樣 和平非暴力 說這句話 無期突刑 沒有辦法跟家人聯繫 他的女兒在美國念書 然後當然就失去了一些經濟 他就必須要靠自己 然後他的太太跟另外一個小孩 就是目前在中國 沒有任何的經濟來源 好 他唯一的就是筆更直 我們直接寫給監獄 因為真的很擔心他受到凝虐 所以寫這樣 無條件釋放 不是讓他跟家人律師可以聯繫 要有健康檢查 還有他可能有需要藥物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寫 追求和平不是罪 要釋放 要記得把他的名字寫出來 釋放他 一定要問我 這樣 然後也不要寫聖誕快樂 就是我寫給 因為你說要禮貌 對不對 我剛才不是講說要禮貌 說要請求你釋放他 然後謝謝這樣 你寫這樣就可以了 請不要寫說 祝你新年快樂這樣 那其實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救援的這個人 他是一個伊斯蘭人 然後再來 這是一個預所 那我們講這個聖誕快樂 新年快樂這個是 我們站在我們自己的立場 覺得這是我們過節的時候 可是我們尊重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族群 他在不同的時節當中 並不一定都在慶祝這個 所謂的聖誕節或是農曆年 這種 所以就是用最中性的那種字眼 就謝謝他 就謝謝這個監獄局的管理局的局長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希望這個信件到監獄 是因為不要讓他的身心受到傷害 就即使他被關 他的無期徒刑是不對的 但是無論如何他在監獄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保住他的生命 希望他的健康能夠得到保障 這是我們寫這封信的目的 好 那我不曉得 就是大家 你可以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 也許 你如果想要參考一下 紙本的 我這邊有一些簡要的文字 那 如果想要 看一下現在時間 大概十分 好 我現在 可不可以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要寫幾封當然都可以 你不寫也是可以的 那我現在在這邊有明信片 可不可以讓我 對 就是如果你想要 或是你想要幾張明信片 麻煩你就跟那個 我們志工說一聲 然後呢 你有拿 你現在 就是你可以用很簡短的 或者是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寫 你可以問我 因為我這邊就是有小冊子 可以很快的告訴你說 你就簡單寫一句話就好 那你的署名 可以很簡單 你可以寫你的全名 你可以寫你的英文名字 你可以寫說寫 比如像我是林書雅對不對 我通常就會簽名寫林書雅 然後AI台灣這樣 因為寫AI大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什麼這樣 那不是人工智慧喔 那當然你如果 我猜有一些人對於寫到中國去 可能也會有一些疑慮 那你可以寫 比如說像我寫林書雅對不對 我可以用英文寫 我寫L S Y這樣 你可以這樣寫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可以從台灣寄過去 他們真的可能會對我們 對我人生會有情報嗎 不是 而是說如果你寫了全名 那如果他們真的花很多力氣 是一一的紀錄來自台灣的 可能你下次要入境 也許 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因為中國有太多你想像不到 那個伎倆這樣 如果你會有點擔心 但是你又很想要聲援這位老師 就是希望他在監獄裡面可以活下來 對不對 那你就像我剛才說的 像我你就可以寫L S Y這樣就好了 然後一樣你可以寫 你就寫了日期寫AI台灣都可以 這樣OK嗎 就是如果你有這樣疑慮的話 那我這邊 就是你手邊有拿明信片 就是你想要同步寫的人 請你也同時拿一張這個 這個叫學習單 好 那這張學習單是幹什麼呢 因為我們 因為老師 不是啦 就是我自己並在 比如說我們校園裡面 就是大規模的在 就是在有這樣的活動 那可是這個是全世界 因為這是全球集結的行動 那我們要對每一個參與行動的 很負責 那而且也必須要去統計 那全球今年 那到底比如說聲援這一個聲援那個 就是有做了一些哪些什麼樣子的行動 所以其實需要有一些 技術性的統計這樣 所以在這個 心得回饋裡面 除了你寫這三件 就是 你覺得像今天的分享 你有學到什麼樣子的三件事情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麻煩你寫之後 最底下有一個 這次的行動 我總共寫了幾張明信片 或者是上傳照片 如果你現在沒有辦法的話 那我歡迎大家 就是你可以直接key那個 國際 你回去的時候可以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網頁 你其實可以看到 要如何上傳照片 那這個可以你自己 你自己去上傳 可是如果你現在就知道 你一定會做的話 你可以把數字寫下來 然後告訴我 那對我來說呢 就是 我收集了在這邊 以及在學校 就是各個地方的明信片之後 以及這張學習單之後 我會去統計 因為有些學生寫五張 有些學生寫一張 有些學生寫兩張 我會把每一個人這邊所寫的 再加上我所收到的 全部做統計 就是我在建議大學 或者是說 我們在這個折五的活動 總共有多少 那全台灣呢 因為有好幾百個點 正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都做這樣的統計 然後會整到 國際特組織台灣分會的辦公室的時候 工作人員很辛苦 他必須要再統計一下 全台灣採取了多少次明信片 寫了多少明信片 然後網路的行動有多少次 然後全世界各個地方 各個國家 再把這個統計數字 全部匯整到英國倫敦 他們會統計 就是每一個個案的 以及全球在今年的馬拉松 採取了多少次的行動 這為什麼呢 是要讓你知道 每一個小小的小小的一封信 你上網點選按一個鍵 就是這十一個救援信 都會自動發出的這個行動 對他們來說 對這個被救援的人來說 是有多麼的重要 所以我們要把它記錄下來 好 所以如果你有拿了明信片 不管你拿幾張 都請你同時拿一張這個回饋單 然後記錄下來 那旁邊有一個 你可以看到一個叫曼德拉總統寫的 否定人權就是挑戰人心對不對 你那個學習單 那個交回來給我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撕下來 這樣 你折下來把它撕下來 這是書籤 你就帶走吧 你就帶走 你當然可以現在寫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人 也許你現在寫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立刻問 你可以簡單的寫 那如果你日後也想要寫的話 為了統計上面方便 我建議你在十二月二十五號 就是聖誕節之前 你就把它寫好 或者是你拿你自己的明信片 因為你上網看了 你就拿了自己的明信片 你再寫 即使你學習單已經給我了 反正沒關係 你就再寫 然後也許就拜託 想想這邊 就是我們就累積在這邊 那十二月底的時候 我會再來收一次 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寫的話 當然你就最好 那我不曉得大家 你就是一邊想想看 那我這邊 我說剛才投影片那些 這裡面有 就是那個短句到底要怎麼寫 這樣 就是你都可以查到 就每個個案都有 網路上面全部都資料都有 你就國際特徒台灣分會的網頁也有 FB也有 可以嗎 那可是不知道 就是大家一邊 就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動手 但是如果你還需要想的話 完全是OK的 請不用擔心 那可是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 你覺得 剛才我一方面是介紹了 國際特的組織 然後人權 檢要的 然後人權的工作 然後再來就是 今年的這個救援的個案 不曉得你有沒有任何的疑慮 或者是你覺得 喔 還不太清楚 都可以 任何 請說 第一個就是說 這十一位是 只有台灣 還是說是全體的一起行動 全世界一起的 對 然後就是十一位這樣子 對有十一位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對像如果 假設我今天 我覺得我被迫害 那我可以自己申請 可以 可以 但是他不一定會被挑 挑到就是 哪一個年度的 喔 不是 他不一定 比如說現在有個救援的 就是你覺得 就是人權受到傷害這樣 那 經過調查 他不一定認為 你是符合他們要救援的 比如說我這樣說好了 曼德拉總統 並不是國際特的組織 救援的對象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這樣告訴你 曼德拉多偉大 對不對 諾貝爾和平講 他還為國際特的組織寫了這個 還願意授權讓他使用 對不對 可是曼德拉並不是 國際特的組織救援的對象 這不是很奇怪嗎 他人權有沒有受侵害 有 他在監獄裡面有沒有被關了很久 有 他在裡面有沒有受到很多傷害 有 他為什麼不救援他 你有沒有想過 國際特的組織當然 非常的關心他 而且非常尊敬他 可是 可以救援他的是 你可能在監獄裡面 不應該被嚴刑靠大 這個可以 可是 國際特的組織 沒有以良心犯 救援良心犯的這個角度 救援過曼德拉 是因為 曼德拉從年輕的時候 他們為了要推翻暴政 因為那個南非的政府種族隔離 而且對於當地的那個 在地的那個族群是非常殘酷的 他年輕的時候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跟一群夥伴組織的是 主張以武力推翻這個政權 正因為這樣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良心犯的定義 和平非暴力的 表達他的言論跟政治立場 可是曼德拉 這個就是兩個 如果你是在行動上面暴力也不可以 你的主張認為要用武力推翻也不可以 這樣都不符合他要救援的良心犯 當然就是說如果他被關在監獄裡面 無論他是不是良心犯 無論他是不是暴力分子 他在監獄裡面 都不應該受到殘酷的對待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不是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個案發生 我們可以通報 沒有問題 但是他一定會經過調查 那調查要花時間 而且要找證據 而且是要去確認他整體的狀況 來龍去末 所以我們其實曾經把台灣的好幾個個案 就是承報到總部去 那那個調查因為他不會讓我們干預 即使我們是國際社會組織台灣分會 那他也不會找當地的人 他會有一些聯繫 那反正他自己做研究 可是能夠承岸的並不多 不是那個不構成人權侵害 而是說他很可能是一個 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現在能不能把那個 我們通過法律一例一休 然後告到那個倫敦去 然後跟他講說 這樣侵害我們勞工的人權 為什麼不是很容易 是因為我剛才有解釋過 那個有一個非常核心的 關於這項基本權利的核心概念 對不對 他有一個很嚴格的核心的內容 你除了侵犯這個之外 你如果在這個狀態沒有問題 可是你對於要怎麼執行 怎麼去保護他 或是保護得不太周到 是不是有構成人權的侵害這件事情 是需要經過評估的 那這個就會比較複雜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和調查 所以第一個他不一定會成案 再來成案的案子呢 每年國際政治組織有非常多的案子 從1月2月3月到12月 那在12月特別挑出來的一定是 現在的行動會立即有效 比較可能立即有效 去年12月發動的那9個案子 那9個案子已經有兩個 在今年 那個其實國際政治組織也非常驚訝 就是他在今年被放出來 那過去有時候就10年20年都還放不出來 這是常有的事情 就是你要棄而不捨 可是去年12月的寫信 緬甸的學生領袖 很像虎德塞玉巴 那個緬甸就是有一大群的學生被抓 那個翁肥肥以及他的御友 他們在今年被放出來了 然後葉塞尼亞墨西哥的一位母親 他被毒打 而且他在監獄裡面被性侵害 就是要強迫他承認說 他去殺的人這樣 然後他被放出來 那我們都不知道效果會那麼快 那並不是說一定立刻馬上 因為沒有人知道會怎麼樣 可是他就是 我們需要盡快 因為他很可能就是 現在立體發聲 或者是說現在可以立刻阻止 所以我們才把他挑成12月的案子這樣 還有一個小小問題 就是寫信這個行動是像 他是寫全球這樣寫音樂 還是說他是這一年 不斷進行的一個動作 寫信一直都是這一整年 不斷進行的工作 國際特組織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國際特組織台灣分會 他每個月都會翻譯當月的緊急救援的個案 當月 然後也有長期救援的個案 每個月都會有 那而且台灣的翻譯是不完整的 我說的不完整的意思就是 其實他救援個案很多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你就要去看總部的英文版的 或是西班牙文版的 他就有全部的個案 每個月都會有新的 那台灣就是盡力我們找了翻譯志工 很努力的要追上那個速度 但每個月一定都會有新的個案出來 所以他是全年無休 都在進行救援 這樣 謝謝 不會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出來討論 會不會因為寫信給受害者 然後會變更危險 更危險 不會 那但是這個有經過評估 不是我說絕對不會這樣 通常是不太會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措辭上面 是非常小心的 而且不是用謾罵跟指責 我記得今年的這個個案 就是有人 比如說 因為美國加拿大是很多人 常常去旅遊的地方 對不對 其實有人建議說 你其實還可以這麼寫 我一直認為美國是一個偉大 而尊重人權的國家 那但是今天發生死諾登 就是你再把這個名字寫出來的事情 希望你們盡快的釋放他 或是讓他可以回家 這樣 這也是會很有效的 所以不至於 不至於會 對這個人造成 帶來負面的 就是 惡化他處境的那個狀況 因為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大概我們就不會建議 有一個例子 新加坡的那個年輕人 十幾歲那個年輕人 你光要過世的時候 他不是批評 結果被說他是精神病 關在精神病院裡面 很多一段時 很長一段 七天還是幾天 然後他的爸媽 非常非常的擔心 對不對 像這個個案 國際特殊組織 在第一個時間 就聯繫他的家人 可是並沒有採取救援 就沒有立刻採取救援 其實那個是完全符合的 但為什麼沒有 就是擔心你這時候 如果寫信給國家 或寫信給什麼 你還沒有就是做比較好的 一些醞釀跟安排 甚至去跟這個國家溝通 因為我剛才有解釋過 國際特殊組織在處事救援工作 這個人權的維護工作的時候 不是魯莽的 而且他不是只是寫信 對不對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間 他判斷 就是先不要發動全球救援 大爭旗鼓說 新加坡是個傷害人權的國家 大家來救這個孩子 這個年輕的 十二歲 十七歲的人這樣 那他就會覺得不適當 所以他會經過一些判斷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他首先甚至 很可能事主先跟政府做一些溝通 這樣 或者去問他家人的意見 家人很擔心 我們非常感謝 媽媽說 我非常感謝國際特殊組織的關心 以及協助 可是我們判斷 就是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激怒我們的政府 所以最好不要 所以國際特殊組織在那個時間點 他其實還特別寫信出來給全世界 就是各個國家的分會 請大家就是稍要用照 這樣可以嗎 所以寫信這件事情就是盡量 就是會評估 特別是寫給公務們 寫給個人的話就還好 而且寫信給個人 老實說他不一定收得到 他很可能是被放出來之後才收得到 或者是那些信件被銷毀 可是他仍然有用 仍然有用 那個 在南美洲 就是也是個工會的那個員工 就是是個勞工啦 他組織工會嘛 那就被政府抓了 也是一關又關好幾年 進去呢先把衣服脫光 不給他東西吃 然後呢 過了一陣子呢 忽然他的衣服被穿回去 他覺得有點奇怪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又過了那個 兩三個禮拜這樣 他忽然三餐開始正常起來 他也覺得有點奇怪這樣 結果為什麼忽然變那麼好 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 再過了幾個禮拜呢 那個典獄長來拜訪他 嚇死其他所有的那個犯人 有沒有就被關在一起 就想說這個人是 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再過了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齁 這也蠻慘的這樣 過了好幾個月 他終於被放出去了 好像他們國家 不知道總統還是 什麼部長還借見他這樣 問他說 就是也是誤以為他那個 馬虎很硬這樣子 就問他說 請問你是不是有認識 什麼國際組織的 什麼樣子的人啊 就是有力人士 然後這個工會 因為他就是工人啊 這個工會的員工 就一頭霧水 他說 沒有啊 我沒有認識 什麼 什麼有力的組織或是人 這樣子 然後那個政府 可能他們國家的元首就 就說 原來是這樣 可是就是我們收到很多信這樣 等到他離開的時候 那個 他們那個 政府部門 就給了他一個麻布袋這樣 這是真的 這是真實 因為這是他自己被放出來之後 像國際特的組織的支持者說的 他帶了那個麻布袋回去開 來自 很多文字他是看不懂的 來自全世界各個地方的 舊有明信片 是寫到監獄給他的 當然就被攔截 對不對 可是他有沒有影響 他有影響 我們從這個個案就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這不是單一個 這樣可以嗎 還有嗎 還有嗎 這邊還有 其實國際特的組織 除了這個寫信的行動之外 還有什麼 其他的 實質的行動 國際特的組織 因為他是一個 尋常老百姓的行動 所以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你就有可能有什麼樣的行動出來 那由國際特設組織 所支持的那個行動 就是種類也非常的繁多 你知道那個 我先講那個 比較 看起來好像比較正式的那種行動 就是我說的 遊說國家修改法律 遊說聯合國逼國家修改法律 說服自己的政府 其他國家的政府 簽禁止武器買賣的條約 類似像這樣 遊說各個不同的行政立法 跟司法的部門 要求他們 既然已經有法律 要好好的執行 沒有落實要趕快去糾正 像這樣子 聯合不同的人權的團體 一起去告訴政府說 你在法律的政策上面應該如何 這樣 他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那這個是一個他執行工作的事項 可是他的活動可能是非常多樣性 非常豐富的 那我說什麼叫做 這是一個尋常老百姓的人權實踐這樣 如果你是一個搖滾歌手 如果你是一個搖滾歌手 你聲援 你對人權 對國際特色組織的理念 你是非常支持的 你很可能在你的演唱會上面 或者是 因為你太有名了對不對 你價碼也很高對不對 可是你做一首歌 你做一首歌 一個短曲 為國際特色組織的 國際性的那個影片 比如說如何介紹寫一些馬拉松 他當他的配樂 因為不收錢 這是他的人權行動 他用這種方式去支持 你也有可能就是在參加那個 像在台灣就發生過啊 就是你在參加那個 泰魯格馬拉松 一賽嘛 你就批著 你就可能批著 被救援的 那個 藏人的 或者是 維吾爾族的 什麼樣子的旗幟 或者說救援誰誰誰 伊利哈穆老師 像這樣 這是你可以做的 就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在歐洲還有一個國家 那個足球代表隊啊 就是在替那個歐聯 那個歐洲聯盟的那個 生死交官的那個冠亞軍比賽 就是在那個競爭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全隊 這個國家整個足球隊的衣服上面 都一個國際特色組織的標誌 告訴大家說 我們支持的 因為他們好像是去俄羅斯參加比賽 我可以講一下 剛好那一年我在英國 對 那個 剛好就是有一次那個 應該是歐洲杯的足球賽 然後 就是像蘇雅講 他們 有一支球隊 應該德國的 德國的足球隊 那 他們非常 而且 他們是有事先問過 這個足球隊裡面所有的球員 不是說 球隊的老闆說 我要支持AI的這個行動 所以你們就全部都給我 背AI的logo啊 就像我們台灣的球隊 不是都會 貼很多logo 高藥嗎 然後 他們不是老闆要求的 是他們先去問 說 欸 假設我們這次足球隊有幾個人卡 反正就是足球隊的所有的 隊職員 包含教練 去問過說 你們願不願意來參與這樣 然後大家會同意覺得說 這很重要 因為這是我們德國所信仰的一個價值之一 所以 就所有隊員同意 他們到了那邊比賽的時候 全部都穿這個 AI的球衣 然後 就是 要表達對這個 他們身體的暴動小貓 對對對 Pussy Ride 俄羅斯的 一個 一個女子 也要問團體 嗯 然後因為發表反普金 普丁的這個 這個 一些圈 也很言論 所以被逮捕 然後做保證 他們應該也被放出來 對 都被放出來 對 那個時候 也是國際社會組織 也是有救援的 所以 這也是一個方式 對 所以採取行動的方式很多種 就是 就是 AI除了寫信 然後 那個像這個 剛叫 R for MST 就是用藝術啊 等行動 然後那個 運動體育也是 這個叫做 Team MST 離開的朋友 你手上的這個 會再拿回來 對不對 好 非常謝謝你們 非常謝謝 如果你要額外用 你自己的明信片寫也可以 反正就是 數量一起開機 謝謝 所以這個 這個行動是很多元 多面向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親身經驗 不是我被關 我看過 我的好朋友被關 然後 真正因為 AI的救援 他被釋放出來 就是我以前在另外一間工作 那因為我以前在AI工作 那 那 在這個 有一個緬甸的朋友 他被判 他 他只有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被判刑了 二十六年 被緬甸政府判刑二十六年 也是就是 在部落格寫文章 然後 發一些穿單 然後被 什麼違反電信罪之類的 這種 就是什麼網路電信罪 然後被 判了二十六年這樣 那 後來我都沒有一直 來跟他見過面 可是後來有點 但是 有一天我就發現 他成為AI在救援的對象 那 那時候就決定說 我們應該要趕快 信心 我要找多一個人 來寫信什麼 所以 我就跟很多人講說 他的故事 還有我以前 跟這個同事怎麼相處 之類的 那 後來 在二零一二年的 年初的時候 這個人就被釋放出來了 他被釋放出來 我怎麼知道 有一天 他忽然就寫email給我 甚至他就 那時候有Google的那個 handout 他就用Google handout打給我 我沒有接到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是真的還假的 然後我確定是真的是他 就被放出來 就是打給我這樣 對 我是覺得說 很多行動 確實你去做 確實有可能會發生效果 但不是說一定做 馬上就會看到 但是因為 其實沒有 然後我們在台灣 很多人 最大的 每次都是先問我們 說 啊這我好 就好像 好像在說 我們在求神父母 啊這我好 買腰都要說 這我好 那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 尤其是在人權行動 我覺得要先 不是先談說 有沒有 有效是很重要的 人權行動的訴求 可是 另外一個是 我們有沒有 真心的相信在這個價值上 我們應該要做一點事情 Do something的那種價值 時間有限 剛才的這個個案 有人會想要 要看一下影片嗎 因為都只有一分鐘 我很快 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看到Snowden的這個時候 我個人啊 是非常驚訝 因為他的狀況真的 很不好 我不是說他個人憔悴 我是說 他的身處的狀況 其實是 是真的很不好 是危險 那國際特的組織 你 要看一下 I dedicated my life to America and I miss you I miss the kind of world where we decide for ourselves who we are Without fear I don't want the police to b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line Whenever you pick up the phone to call somebody that you love to express a new idea or some hope or dream It's not okay for governments to be indiscriminately spying on individuals who are suspected of no wrongdoing 就很驚訝一下 Snowden可能只有三十歲而已 就是他發生事情 因為三年了嘛 他可能二十幾歲 然後現在三十出頭而已 是一個非常熱血的年輕人 而且他協助了非常多的人 因為這個案子 可是自己回不了家 這個是中國 就是伊利哈姆老師的女兒 如果 我可以稱您為天空 沒錯 您就是我的天空 為我們撐起了一切 但是我可以擁有一雙有力的手 能為你扶去遮蓋你未來的烏雲 能為你扶去遮蓋你未來的烏雲 無法判過 也許你有的時候 也許是怎麼樣 一身的烏雲 你受��別人 你使用武器 你傷心 你刺耗人 你傷心 但我的父母 是他A энерг balancing用武器 funciona ilo 關iker 他也不害人 我的名字是Johar Ilham 我22年了 我现在学习文化的文化 在英语 在英语 我最初见我父亲的父亲 在2012月2日 我们在航空 人们叫他 Mr. Tohti 或 Professor Tohti 他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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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年来 在乌乌人的文化 乌乌人 乌乌人是一位 文化的文化 他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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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五十五个人 在中国 从2009年 我父亲发生了 网站 Oygurbiz 我认为 他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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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国有阶段 并且这个国家的环境 一样能活着 短期 一听的时候 非常紧张 我有多 但我觉得 这可能持续几分钟 甚至可能是几个小时 国有的前方 就是母亲和孩子 他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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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家里 Some students may call them in bad language and say, oh, you don't have a father. I always try to find a way to be able to help me, but I feel like I'm so powerless, I'm too small. I feel like even I try so hard, I don't see any changes, and that makes me so frustrated. A person like him shouldn't be at being inside the prison right now. I hope him can wait for me to rescue him from that place one day, and I'm sure one day he will be out. I'm sure he will be able to help me to help me with other people. The other videos, I will be able to help you with all the other people. You can also se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fact, like I'm today showing the PPT, it's not quite long, but it's been given s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But in fact, we need to build every case of the case, which is the case of the file 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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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le, 查報告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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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很可能就必須要到那個英國就是網站 就直接國際特的組織的總部的網站去看 你可以得到更多你想要知道的資訊 好那我們今天 是不是大家還沒有什麼問題需要被回答的 有嗎? 如果沒有的話那我先在這邊把這個 今天的哲午先告一個段落 那